今天的新文件分享单元 要带您来认识英国龙人电影艺术节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这个logo是两个人的样子 表示是英国首语庆典的意思 象征这是一个盛大的活动 所以这个活动的首语是比龙人庆典 而这个电影艺术节是从2006年开始举办 两年一次 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届了 是各地龙人电影节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而这届入围的电影有多达36部创作能量惊人 为其三天的活动 除了可以看到精彩的龙人电影 也举办了电影的讲座 还有工作坊 请来得过奖的龙人 教大家如何拍电影 写剧本等等 而开闭幕的晚会 也请来了全球杰出的龙人艺术家来表演 相当的盛大以及热闹 公事记者也特地访问到了活动的两位龙创办人 尼奇和玛丽林谈谈他们是如何从无到有 努力募资规划结合资源让龙人电影能够有发光的舞台 用手语唱rap 美国龙人饶舌歌手娃娃一登场 马上嗨翻全场 英国龙人喜剧演员 约翰史密斯用水枪捉弄十五岁网红丹尼 借此介绍他的手语名字是枪在胸口 老少拍演出赢得满堂彩 我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接触到不同的文化 各地的服饰 大家一起交流 看他们表演 真的很享受 每个人都很杰出 英国龙人电影艺术节开幕晚会 邀请世界各地的龙人表演艺术家展现机 众龙戏则是有多达三十六部的龙人电影播放 去年上海龙人电影节创办人 龙人导演郑小三 为了筹备明年的电影节 也特地远渡从洋来取经 英国龙人电影 大部分都是由龙人自己写剧本 演出及指导能力很强 而中国才刚起步 上海也才刚发展手语相关电影 我希望鼓励中国龙人 一起做出更多自己的作品 能有今天的规模 得归功于两位龙人创办人 尼奇和玛丽琳 以前英国龙人协会举办过龙人影视相关的活动 但是到2004年就不办了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于是我和尼奇讨论 最后决定我们一起来创办一个新的活动 也就是现在的龙人电影艺术节 我们找吴尔佛汉普顿大学合作 在2006年正式举办第一届龙人电影艺术节 在英国有不少龙人到吴尔佛汉普顿大学就读 而且大多都是主修电影跟戏剧 学校大力支持提供场地 至于最困难的经费来源 则是找企业或个人赞助 贩售门票多管齐下 从2006年开始举办 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届了 规模越来越盛大 投稿的影片太多了 要播放每一部影片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就请来龙人和听人组成评审团 一起审核 到最后挑选出三十六部电影 英国龙人电影艺术节 有了成功的经验 尼奇和玛丽林还希望 其他国家跟地区也能看到龙人电影 因此跨海到香港 上海 用自身经验协助创办龙人定节 除了增加国际之间的交流 也要让龙人的精彩世界 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牛宣文 英国综合报导